这是一款很多粉丝都在给我推荐的超短篇恐怖游戏 表面上是可爱温馨的录像带 实际上却被恶魔诅咒和控制 那么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大家都在私信推荐我玩的恐怖游戏 名字叫做阿曼达冒险 这个游戏让我们看动画片 这个鼠标怎么都变成这种很可爱的小鼠标了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录像带 开始游戏 他们我喜不喜欢Apple 然后我们要在屏幕上打字 我来个 你是躲拉爱冒险吗 这个小羊他说他对苹果过敏 但是阿曼达说你不要害怕尝试新鲜树吗 你们看这个画面非常的祥和宁静 但这树上怎么还长眼睛呢 就有点怪啊 他们我们这个苹果在哪里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苹果店 这个苹果也许在树上呢 不在啊 这是啥呀 这个小羊的态度有点怪怪的 他明明就对苹果过敏 我们不能让他吃苹果 只能选这个吗 他让我say Apple 我其实不能让这个羊吃苹果 我知道 羊是不能吃苹果的 就像狗不能吃巧克力 猫不能吃大便一样 那除了苹果还能吃什么呢 这个阿曼达他好像是那个米老鼠的样子 说实话有点像 那我们能吃这个 Mouse吗 say Apple 不行啊 他要我们say Apple 那我来一个 Rats行不行 Apple 他一定要我们 诶 我想写个sheep 啊 咋不行呢 我随便乱打就是Apple Now we can make apple pie 他要做苹果派 好吧 那我们完成了第一卷录像啊 第二个录像蛋里面有什么 啊 刚才这个小羊 他是不是最开始在向我们求救我 他说没多少时间了 但是他说他要去买肉 你最后不会拿他的肉吧 我觉得 他问我们肉店在哪儿 这个垃圾桶可以吗 不行 这个是冰淇淋店吧 那屠夫在肉店里面 咋了 这个小羊 他刚才在那摇头 你们看那个肉上面都长眼睛了 这个屠夫好像不太聪明 我们现在需要什么 我们现在如果说需要肉的话 那就是meat 我给你来一个需要 哦 不是啊 那 那你需要 你这个shit都不需要吗 那不会是羊 哟 我现在没办法写别的了 只能写meat 只能写肉了 哦 这屠夫 他拿起刀 切肉了 切好了吗 最后他看了 这个小羊一眼啊 然后那个小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再来看一下第三卷录像带 他要回家 怎么了 你的那个朋友呢 你的羊呢 你这个东西不会是小羊吧 你的肉呢 羊呢 都不见了 哦 他要哄 你在命令我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玩了多少恐怖游戏 你知道吗 好吧 只能敲门 我来敲窗户 窗户也没了 这边可以敲门 哎呀 哎呦 你的头还好吗 那现在我们要输入一段文字了 五个字母的 我们应该输入敲门的knock吗 那我最后写一个什么呢 那根据我所知道的 我们可以随便写啊 呦 那个 他最开始说我们是去给奶奶买肉 那最后那个老鼠人不会是他奶奶吧 那那个小羊Wooly去哪了呢 我怀疑啊 那个羊最后被吃掉了 被他奶奶吃掉了 就是最后这个老鼠 然后这个Amanda她就想把我们勾引到房间里面去 给她的 给她的那个外婆吃掉 因为这是录像带嘛 所以说录像带里面的人被吃掉了 有可能是这样啊 就大家都在推荐我玩这款游戏 但是我玩了我觉得 就是说呢 通过一个动画片的形式 但是也没有这么吓人吧 好 本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Goodbye 各位